11月11日 刘雨菲在微博晒出一组美照并配文道 看了一些观众朋友的评价 他们是真心喜欢这部电影 和电影中的人性与爱 谢谢他们愿意坐下来体会这个简单又深刻的故事 如今和浙江大学的同学们见面很愉快 照片中刘雨菲穿着牛仔上衣和碎花裙子 皮肤超白女神发十足 神仙姐姐依然在线 网友纷纷表示 今天是花仙子姐姐 你今天很美 电影还不错 刘雨菲女神你太美了 表白你 11月10日 刘雨菲在杭州出席电影《烽火芳飞》 宣传活动 她一起蓝色风衣亮相 短装之幸 扎着丸子头的刘雨菲脸庞 稍显圆润 增添了几分可爱 近日神仙姐姐刘雨菲一身裸尖装 亮相模活动 活动现场她全程神采异役 裸露相间还比几位卖起萌赖 异堂的显清纯美丽 气质十足 刘雨菲虽然一直被叫神仙姐姐 但其实非常接地气 这部前几天下着雨 她还是约上几位小姐妹看电影去了 当天刘雨菲头戴小黑帽 身穿灰色帽衫 配OVS军绿色外套 再搭一条紧身牛仔裤 纤细大长腿长了无疑 没到飞起 吃完饭 刘雨菲在保安大哥撑伞 保护下上了车 急去第二趴 下车之后就没人护驾了 几位美女勇敢冒于不行 刘雨菲是把外套帽子戴起来 用手遮住领口防风 几位小姐妹嘻嘻哈哈 搂搂抱抱 完全没有被影响心情 异性人来到电影院 刘雨菲亲自去柜台 挑选饮料和爆米花 不是做出咬手指的可爱动作 当天她非常大方的 没有戴墨镜和口罩 一路上也并没有受到骚扰 买完饮料 朋友们去洗手间 刘雨菲就帮大家抱着饮料 站在门口等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